我们看这一题 它说如户图的这个湖水 在严寒的冬天湖面已经结冰 我们假设这是湖面 这是湖面 湖面已经结冰 这ABC 三处湖水的温度高低为和 我们晓得说 这个四度C的水 它的密度最大 密度最大 那也就是说 本来在湖面这里的话 湖面结冰它是零度C 湖面的话结冰它是零度C 现在的话 你温度比较高的水 它就会什么 会往下掉 因为温度比较高的水的话 接近四度C的水 它密度比较大 它往下沉 然后呢 温度比那个四度C低的 温度比四度C低的 它的密度比较小 密度比较小就要往上浮 所以越上面的话 它温度越低 越下面的话 它越接近四度C 越下面越接近四度C 所以上面的温度比较低 下面的温度也比较高 就是说越下面越接近四度C 所以它温度的温度比较小 应该是C 它的温度最高 所以它温度的话应该是C 它的温度最高 所以它温度的话应该是C 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低 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低 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低